Dreamin' of you when I'm alone Baby don't trip I'm comin' home Kick it with me I don't care if the sun is gone Hi 我是你们的辣妹 我前两天刚住完你们平安 我说雨过了天一定会晴 结果今天一看新闻 好像非洲的蝗虫要飞过来了 听说已经飞到巴基斯坦了 本来以为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 他们飞不过来 但是有专家说 他们可能会绕过喜马拉雅山 飞过来 那大家就自求多福吧 加油 今天我准备一边化妆 一边来给你们探讨一些 人生的大事 并且来向你们诉说 我的悲惨经历 真的可以说是 闻者伤心见者落泪 如果你已经哭了的话 请不要忘记为我 点赞投币收藏 转发大幕评论 还有啥来着 好话不多说 化妆 然后我今天要教你们化的 就是我左边这个 一个可以让你的眼睛 看起来很大的小烟熏 清纯小烟熏 前两天是情人节嘛 然后我刚刚收到了一条粉丝的私信 是一个女孩子发的 然后她说 今天是情人节 然后我精心地给男朋友准备了礼物 但是她就什么都没有送给我 这让我很失落 想要跟她分手 妹儿啊 我非常能理解你的心情 因为我也曾经遭受过同样非人的经历 这件事情真的一直都是我心中的痛 我本不想照告天下 但是今天既然已经说到这一步了 我就说出来分享给你们 这一切还要从我当姑娘的时候说起 我的少女时代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就是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想给她花钱 真的你们不要听我天天说什么 当老女啊 然后找个富老头啊 什么的 但实际上我是会倒帖的那种你知道吧 我个人的观念里 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人 那你就要给她花钱 因为我希望别人也这么对我 所以我就是以身作则 而且给喜欢的人花钱 就是你看她高兴 你自己也高兴啊 那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富婆 喜欢包养男模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做了一件人生中 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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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档的事情 我给她买了一个非常昂贵的生日礼物 具体有多昂贵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就是让本来不富裕的家庭 更加的雪上加霜 因为对方的经济条件要比我好很多很多 而且她年纪也比我大 我以为礼尚往来这个道理她能懂 然后我就想着 她是不是能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也送我什么礼物啊 我还在那里跟我的朋友猜测 她到底是送我迪奥的马银包呢 还是那个LV的盒子包呢 我觉得最差也得送个product吧 结果她在我生日的时候 啥都没送 真就是啥都没送 她说礼物没有心意重要 你真的很敢讲 你真的很敢讲 当然其实没有礼物我并没有很生气 但真正的导火琐事 她说 我也没让你送我礼物 你自己偏要送我有什么办法 你们听听这世人说的话呀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一向被上天眷顾的我这个千金大小姐 居然也能遇到渣男啊 真就是无语 所以我在此想借助弹幕里的姐妹赐予我力量 诅咒这位渣男不得好死 请在弹幕里面打渣男不得好死 不然你们也会遇到同款渣男 然后从那以后 我这个马鞍包女孩空手套白狼失败的故事 就开始在朋友圈广为流传 我朋友到现在都在拿马鞍包这个事情损我 真的是奇迟大辱 不过最后我仔细想了一下 她说的也是没错 人家是没让我送这么贵的礼物 再渣的男人也挡不住我犯贱呢 是我自己偏要送的 我怎么这么贱呢 想给自己点一手犯贱 我一个摩羯座 这么不主动的人 居然做了这么低档的事 真就是不想活了呀 然后眼妆化好了 所以说我真的非常能理解提问的这位美女 毕竟著名文学家鲁迅曾经说过 情人节你不给我送礼物 那你想什么时候送 如果情人节你都不送给我礼物 那你想送给谁 但是如果你说是因为男朋友不跟你送礼物 所以你想分手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虽然我本人是真的不能接受我付出之后得不到回报 但是送礼物吧 它真的不是检验一个男生是否真正爱你的唯一的标准 你要从很多方面去考虑 比如说你们平时的相处模式啊 或者是生活习惯啊 还有价值观啊 真的不是所有男朋友他都会搞这种浪漫啊 他都会花这种心思啊 就有些男的你也真的就是 傻子 那你像有些男生 他虽然情人节不给你买礼物 但是他愿意把工资卡交到你手里 所以说这也不一定是不爱你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他不给你买 但是他花钱给别人买 那他绝必是外面有人了 你趁早跟他说拜拜就行了 那如果说他有难处 他没钱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选择理解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欺骗 那就是人品问题 就该死 最后我以一个倒贴女的身份 建议各位女孩 就是不要把这种愿望 强加在别人的身上 不然的话你会像我一样惨 既然你想送别人礼物 那你就不要想着能有什么回报 毕竟也是你愿意送的什么 人家也没有强迫你 但是他但凡是个有心人 他肯定会加倍 对你好 那你想我那个不给我送礼物的 他是真该死 那最后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男人不给我们买礼物 那我们就自己买 自己赚钱 自己花 靠别人 没用 当代独立女性 加油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 那请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投币收藏 转发弹幕 留言 很少 来一波 谢谢 OK那今天这个视频 到底就已经结束了 最后如果快乐